HELLO 大家好 我是立恩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 HELLO 大家好 我是教頭 好的 今天我帶教頭還有KIN來到一個地方 相信大家看到後面這裡 非常多的文字以及繪畫 就知道這個是一面黑板 那今天帶他們兩個人來到了一所廢棄的學校 這個廢棄的學校其實之前 我曾經自己跟鬼哥來過 那當時我們會來也是因為網友提供資訊 不過在這陣子有網友告訴我說 他們半夜偷偷跑進來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個地方有發生了一些恐怖的事情 那當然這個地方其實它並沒有什麼 有人往生過之類的 都沒有 單純只是因為他這所學校廢棄了 那可能沒有人在打理 那就造成有一些會聲會影的故事 就這樣傳開來的 甚至是有人謠傳 這裡晚上會發出一些腳步聲 所以今天我帶你們兩個人來 就是我們要來這個學校拍攝一些畫面帶給大家 因為其實有蠻多新觀眾 可能沒有翻到我們的舊的探險影片 所以他們沒有看到我們之前有拍攝廢棄學校這個區塊 那今天我們就是帶大家來探索 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什麼靈異的狀況 我們就待會拍攝的時候再來一探究竟 準備好了嗎 OK OK嗎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那我們現在目前是在一樓這個地方 大家會看到很多牆面上都有一些塗鴉 教頭你之前有來過這種廢棄的學校嗎 沒有我沒有來過 其實這種廢棄的學校會帶給人家一種蠻陰森的氣息 主要不是因為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而是這樣子的場景 小心喔 地上這個都是那個燈管的那個碎片喔 整個都是 小心喔 主要是因為這個場景會讓我們想起一些以前 日本的恐怖電影奏樂 尤其是在他的樓梯間 對 你會感覺好像有人躲在樓梯間看你這樣 教頭 可以幫我撿一下考試券嗎 不要 每次都想高喔 不要每次都想害教頭 而且他這邊裡面 我反過來讓大家看一下 地面上這邊有兩把雨傘都是打開的 人家不是說 室內不能開閃嗎 教頭你旁邊開了兩支閃 不太妙 好像都是一些玩具 KID你現在感覺怎樣 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 環境不太好 但目前身體沒有什麼不適感 不要踩到 教頭你測軌器有開了嗎 還沒有 現在開去看看 好 打開喔 OK 旁邊是有聲音啊 嗯 沒有啦那邊 那邊 一個走動聲吧 教室 教室 以前都會在這個教室上面亂畫 嗯 然後最討厭的就是當直日生這個事情 因為放學之後就要留下來擦黑板 嗯 那這邊寫 我錯了 事情要辦好 知道嗎 要辦什麼事情 知道 後面這裡也是啊 寫了很多東西 其實這裡 自從廢棄之後 堆放了很多種垃圾 環境很糟糕啊 蛤 環境很糟糕啊 對啊 待會我們旁邊再拍一下 我們就上去樓上 各位看一下 這邊要一把雨傘 它裡面這裡好多雨傘喔 應該是 愛心上吧 有可能 可是全部都打開這樣子 也蠻不好的 對啊 容易 民俗說法 容易聚集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一間就比較空了 這一間教室是空的 嗯 這邊沒東西啊 那我們帶大家上去看看好了 往上走 一樓感覺都是一些雜物 上去樓上 好 往上走 那我們現在一樓 已經大致上稍微看了幾間教室 嗯 那因為待會要上去的地方 是網友跟我說 他說他在樓上有遇到一些怪事 那邊是不是 剛才有聲音啊 剛才有一個很像氣聲 對啊 在那邊 有一個氣聲 有人嗎 沒有 蛤 沒有我剛剛聽到 叭叭兩聲 對 那我剛剛只聽到 叭叭 一個聲音 好 沒事 沒事 那因為待會要上去的地方 就是當初 網友他遇到靈異狀況的地點 所以我有帶了鬼面的取摩刀出來 就是可以 震住這邊的一些靈體這樣子 因為這一把刀上面有鬼哥 所寫下的一些符文 嗯 對 那我們待會就是會帶著這一把刀上去 今天鬼哥沒有出場 就帶著他的刀出來 走吧 聽你走前面好了 教頭怎麼了 沒有 看一下那邊有沒有什麼東西 欸 一些書桌都在樓上 旁邊那邊都是書桌 嗯 小心喔 欸你們過來看一下 哇 都玻璃 這裡有一個東西 放了一個 像是在避邪的獅子 那算石獅嗎 就是避邪用的啊 會不會是真的有發生什麼事情有網友帶來的啊 不知道 哇 前面那邊怎麼要掉下去啊 那邊 整個邊邊都摻擦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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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邊都很小心 阿邊要小心喔 不要走這一邊 走另外一邊好了 測鬼機有沒有反應 沒反應 目前沒有 我們走另外一邊 來 這個教室還蠻大的 這一個教室還蠻大的 是 這裡怎麼寫了一個死啊 感覺好不吉利 哇 這邊也坍塌了 因為他廢棄蠻久的 旁邊這裡也有一些教室啊 空了 另外這一邊可以走 那我們現在進來某一間教室 我發現 這邊都有人特別在這裡寫上一些神明的名字 例如像什麼 金詐 大太子 木詐 哪詐 還有廣澤尊王 全天上帝 我感覺寫這些的原因 會不會是 這裡真的有什麼恐怖的事情 不然無緣無故 幹嘛在黑板寫上這些神的名字 我知道啊 而且他這個是 印上去的 印上去 那邊可以走嗎 那邊可以走嗎 哇 這一邊完全都沒有損壞耶 只有損壞一邊而已 這一邊都可以走 往這邊走過來一下 這一間教室有一個獎桌在這裡 獎桌 都已經壞掉了 欸 底下有一個錢啊 不知道是誰丟在這邊 往後面那邊走好了 教徒你有覺得來這種廢棄學校 感覺這種恐怖的氣氛 跟一般那種廢墟不太一樣 因為學校通常會讓人家感覺充滿活力 可是這種地方 因為廢棄了就死氣沉沉 對啊 而且 其實 廢棄沒有人煙的地方 都會陰陰的 比較容易聚集東西 你的側軌器太亮了 對啊 剛突然間亮起來 亮起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好像身體 那種寒毛炸起來的感覺 嗯 超劇烈的啊 一直閃了 嗯 這一間其實就蠻空的 嗯 走啊 我們再上去樓上看 我聽那個網友說 樓上有一些那種 類似像 在練習急救的那種安妮 就是那種玩偶 廢棄的地方 這種東西 你不覺得很恐怖嗎 嗯 容易 感覺會容易被一些靈體暫時居住 對啊 因為 人家說有行就有靈 嗯 對啊 像那種娃娃的東西 就容易住進靈體 嗯 是那種模型的頭蓋骨耶 一些手腳都在上面 人頭呢 好恐怖耶 欸這間是關的耶 要不要開開看 頭去換門下 李宗艘